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误导性信谢 网络公司资料库Data Register 抵触公司法令被罚款20万元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 美国防长卡特表示 能同我国成为安全伙伴 美国表示感激 卡特也呼吁中国 同亚西安和美国合作 确保区域稳定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金早通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 参观我国武装部队的图像支援团 卡特在记者会中表示 美国在区域的存在 是建立在一起主张法治的基础上 卡特到我国出席第15届香格里拉对话 而南中国海领土主权争端相信会是对话会的重点课题 大约30个国家的领导人 军事将领和安全专家出席本届对话 我国和印度国防部长在防长对话后表示 南中国海问题应该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 两国防长也说 国际海域应该保持航行自由 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帕里卡说 印度对南中国海争端的立场保持不变 各生所博应该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争议 而不是诉诸武力 他表示印度将通过东进政策来增进个别国家的关系 我国国防部长黄永宏表示 两国将继续深化防务关系 并扩大双边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复杂性 他强调与印度合作的重要性 目前已有协议允许我国空军和陆军部队 在印度进行训练 黄永宏指出 两国将更新这些协议 香格里拉对话会今晚正式召开 泰国首相巴欲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 亚西安在安全课题上可以扮演更大的角色 以便区域稳定取得新的平衡点 要做到这一点 亚西安必须有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 我们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泰国首相巴欲受邀担任第15届 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式的演讲嘉宾 他指出亚西安长久以来享受和平与稳定 过去近50年来 虽然曾发生纠纷 但各成员国还是能营造和平的氛围 如果要寻找新的平衡点 亚西安必须团结起来 以造福大家的将来 在南中国海的课题上 巴欲认为各国不应该 只从纷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而应该积极寻求合作 在共同的基础和利益上解决问题 他相信纷争虽然还会持续 但协商必须持续进行 巴欲建议 生锁国和非生锁国 都应该积极参与建设性活动 以取得共同利益 在恐怖主义课题上 各国应该加强合作 避免极端和恐怖威胁扩大 各国除了可以分享情报和经验 也应该多了解宗教和种族课题 才能从最根本解决问题 今年共有四个国家首次派代表参加对话会 分别是土耳其 意大利 摩洛克和克威特 土耳其代表预料将在对话会上 分享反恐经验 为了确保对话会顺利举行 警方加强了香格里拉酒店周围的保安 附近道路部署了安检设施 并放置指示牌 预警公众遵守警方指示 去年一名试读者开车闯入安检区 不离警方的停车要求 还加速冲向护栏 结果被警员开枪击毙 据观察 何往年相比 今年的保安明显增强 新闯闻新闻记者聂国威报道 在国际新闻方面 中国南方多个地区连日遭遇到了暴雨袭击 导致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等9个省份 超过164万人受灾 其中两人死亡 四人失踪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指出 情况显示 多条江河的水位 已经超过1998年的同期水位 暴风雨袭击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 导致道路泛乱成灾 交通严重堵塞 在一些地区 多达10公分的降雨 在昨天引发洪水 交通陷入瘫痪 工人也被调派到积水较深的地方 协助排水 在重庆南川区 航拍的画面就显示 到处汪洋一片 是这次受洪水影响的重灾区之一 道路车辆和200公顷的农作物 被浸泡在洪水中 在重庆市的一个村庄 暴雨引发的洪水渗入380多户人家 也让一些商店蒙受损失 河水暴涨也引发土崩和泥石流 一些省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出现路面下限 电力供应也受到恶劣天气影响 工人正忙着抢修 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公点 台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 因为星期四的一场好雨 导致第二号达克大厦淹水和停电 供电服务至今仍未完全恢复 那么台湾交通部证实 桃园国际机场董事长林鹏良 已经引咎提出辞呈 桃园机场昨天淹水 达克大厦地下室就像个水池 旅客用长椅搭建木桥走往机场大厅 淹水也导致停电 民众要在黑暗中走路 机场紧急出动了40台发电机 为大厅提供照明 旅客的行程受到影响 行李堆成一团 有旅客感到无奈 有的同机场人员发生争执 桃园国际机场的管理部门表示 这是30年来机场首次遇到那么大的豪雨 事故导致200多趟航班延误 超过3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影响 由于机场排水口接到桃园浦兴溪 豪雨后溪水暴涨 一流到机场造成淹水 在机场管理层高官提出辞呈后 台湾交通部长表示会追究责任 并且希望找到适合的继任人选 欧洲暴雨持续水灾恶化 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 水灾最严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巴黎一条火车快线停运 罗浮公关闭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 洪水至少导致9个人死亡 法国多个地区面对百年来的最严重水灾 塞纳河水未持续上涨 大片农田被淹 巴黎城区受灾严重 许多道路和房屋被浸泡在洪水中 法国政府已经对巴黎中心发布橙色预警 著名景点罗浮公和奥塞博物馆被迫闭馆 工作人员正紧急将贵重艺术品转移到安全地点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已关闭市中心塞纳河沿岸的火车快线 巴黎和法国中部地区 大约有2万5千户家庭失去电力供应 在德国南部巴弗利亚州 至少有9人死于洪水 另有多人失踪 连日暴雨导致多地道路坍塌 上万户人家停电 拯救人员紧急赶赴灾区 帮助疏通排水系统和清理被洪水浸泡的街道 欧洲气象部门表示 来临的周末 法国、比利时、波兰和乌克兰等国 很有可能还会降下更多暴雨 美国共和党重量级人物 现任众议院议长瑞安正式宣布 支持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 希望能够在11月大选之前 让共和党团结起来 特朗普星期四在加州城市圣河赛的竞选集会 仍然遭到反对者前来闹场 并同特朗普的支持者起冲突 大批警察到场维持秩序 将冲突的两派人马分隔开来 并将举止过激的人强行驱离现场 会场内 特朗普对希拉里的外交政策 做出强烈抨击 希拉里较早时批评特朗普 指她的性格不适合担任 需要知识和责任感的职位 分析家认为目前特朗普在外交和环球贸易等课题上的看法 对共和党长期坚持的政策确实构成了挑战 下期新闻报道 继误导信件 已出公司把令 网络公司被拔垮20万元 拥有五个景点的万里生态园 有望为我国吸引多10%的外地旅客 三零电机STARMX冷气系统 为您节省电费 而且它容易清洗 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法国要成为另一个硅谷 看浪漫之都如何与科技共舞 跟随我蓝丽萍直逼法国巴黎 看看这里的科技生态环境如何悄悄崛起 特别报道锁定6月6号到10号的晚间新闻 20名反恐紧急应对部队人员 今天获得委任 成为我国警察部队反恐行动的重要一环 以应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25岁的李佩文小时便亲眼目睹警方人员 如何介入朋友家人所卷入的一场纠纷 制止纠纷恶化 这起事件激发他加入警队 而他现在负责领导一族专门对付恐怖袭击的警员 我决定参加这个反恐怖的部队 是因为我了解到在新加坡恐怖主义这个东西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面临的危机是非常真实的 那所以因为如此我才决定参加这个部队 反恐紧急应对部队都受过严峻的模拟训练 学习如何在面对高度威胁时及时做出反应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各种的训练活动这些 那有些都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灵危的一些反应这些 所以我们需要灵机移动来做出这些决定 这20名反恐紧急应对部队人员 今天在警察日检阅礼上 从国家发展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李志生手中接过徽章 象征部队正式投入服务 网络公司资料库Data Register 因为没有著名公司名字和注册号码 寄出误导性信件给本地企业 而抵触了新加坡公司法令被判罚款20万元 国家法院针对Data Register承认的500项控状 以及对其余的604项控状进行考量之后做出判决 被控公司原名Company Register 在2013年10月和11月期间 向企业发出的近14万封信件当中 并没有著名公司名字和注册号码 造成多家公司以为同会计与企业管制局有关 并且按照信件指示提供登记资料 结果遭追讨注册费 法官对网络公司犯下的每项罪状 除以400元的罚款总计为20万元 去年11月在新西兰驾驶租车撞死摩托车骑士的30岁本地男子 Liu Wei Kung被判居家监禁四个月 以及200个小时的社区劳动 他也因为造成心理伤害 被判赔偿约25000新元 并且禁止驾驶 他当时以120公里的时速驾驶 并且没有刹车 同时撞上另外四辆车子 为期五年的全国阅读运动今天拉开序幕 鼓励国人经常阅读广泛阅读 并且和家人还有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 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 在国家图书馆为全国阅读运动主持推荐 为了让成年人更方便地阅读 国家图书管理局将和陆路交通管理局合作 在今年轿池时候 推出以图书馆为主题的地铁列车 乘客可以通过扫描QR码 下载电子书在列车上阅读 调查发现今年国人对图书馆设施和服务的使用率只有50% 使用和来到图书馆占最少的是成人和年长人士 因此我们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全国阅读运动 把阅读推广到这些目前较少来到图书馆的群众 全国阅读运动也鼓励国人多阅读母语书籍 万里生态园区到了2023年 将拥有五个以大自然和野生生态为主题的景点 是的 受访学者预计 它将能够为我国带来多10%的外地旅客 我们来看记者黎佳怡的报道 万里生态园区七年后 除了原有的新加坡动物园 夜间动物园以及河川生态园 还将增添新的热带雨林园 以及从御狼迁移过来的飞行公园 学者相信到时万里将更具吸引力 不过由于一般旅客只在五国逗留三四天 加上万里距离市区和其他主要景点路途遥远 因此必须通过创新的方式吸引游客 或许万里可以和其他的机构一起合作 比如圣桃沙拉或者玉廊湖畔 做成一个配套 那么他们可以说以两个景点或三个景点的配套 推出给旅客 也有旅行社计划推广生态旅游 以涵盖多个景点的住宿配套 为旅客节省时间和交通费 度假屋肯定也很适合那些学生团 也很适合家庭团 露营的住宿的话 它都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团体 比如说探险的学生团 或者个人的爱好的一些自由型的背包组 那么这个的话我就认为 毕竟是在动物园 飞行公园这种地方 我觉得首先安全 我们要考虑 学者也表示 我国自然生态景点不比一些国家来得多 因此如果要吸引顾客到访 我国可考虑向游客展现 我国在保护大自然方面所做的努力 并且推广我国独一无二的景点 加上热情的服务体验 必定能吸引更多游客前往我国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下节新闻我们还会为您报道 电脑展首次开辟专区 售卖个人电动交通工具 电动滑板最受欢迎 奥巴利亚科学家发现 孔雀蜘蛛新品种 不带外形亮眼 还有特殊的球偶技能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个人电动交通工具 越来越受欢迎 过去两个月 每个月的平均销量就增加了两成 那么今年的电脑展 也首次出现了售卖专区 其中最受欢迎的 要数轻便的电动滑板 我们来看记者李凯妍的报道 这个以碳纤维制程 号称市面上最轻便的电动滑板 重6公斤 方便携带上巴士和地铁 这个拥有两个座位的电动滑板 方便使用者载送他人 活跃通勤咨询小组 两个月前向交通部建议 让个人电动交通工具 能在人行道上行驶 但时速不超过15公里 公布来建议之后 我们的销售量提升了 差不多20到30% 顾客的询问率也增加了58% 顾客选择那些轻便的电动车 因为他们可以随意的振兴 一般都是年轻人居多 但是现在很多中年人 也选择这个电动滑板车 做代步工具的原因是 这个产品比较歇养 它的速度调节功能是制动的 不需要脚踩 大部分公众向记者反映 购买电动工具是为了消闲 也有小部分公众表示 买电动滑板是要方便他们上下班 目前我住的离地铁站的距离是大概走路要15分钟 所以如果我会考虑把e-scooter 是不是为了LRT 我可以用 业者表示 在所有个人电动交通工具当中 电动滑板最受欢迎 主要因为它比较轻便也容易平衡 主办方授询时表示 由于电动交通工具逐渐受欢迎 所以他们今年首次聚集了多位相关业者 还特地留了空间给访客适用产品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凯云报道 一年一度的公益足球赛足球传爱心 今晚在新加坡体育城举行了筹谢晚宴 总统陈静言是晚宴的特别嘉宾 他向三个获胜队伍颁发奖杯 并把捐款支票交给慈善团体 比赛所筹得的善款超过50万元 其中一个受益慈善团体是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属下的体育关怀基金 到访的东地问总理德阿劳洛 拜访李显龙总理 双方重申两国之间密切而成就的关系 并且讨论扩大双边合作 以总理重申五博会提供 东地问技术上的协助 总理也听取了有关东地问的发展 包括经济和结构改革计划 德阿劳洛将在明天离开我国 音乐剧《悲惨世界》时隔20年 再次登陆新加坡 今晚在滨海艺术中心 举行了首映盛会 受邀请的嘉宾除了多名新传媒艺人 还包括新传媒的合作伙伴 为配合25周年巡回演出而制作的新版本 第一次在本地上演 新版本的《悲惨世界》有新的编曲 新的舞台布景 这处音乐剧由新传媒Wiz Pro呈现 蜘蛛在一般人的眼中 总是和丑陋联系在一起 不过您要是看过澳大利亚科学家 最近发现的孔雀蜘蛛新品种 您对蜘蛛的印象一定会改变 是的 因为它们不但美丽 而且还会跳舞呢 澳洲科学家最近在南部沿岸 发现了七种孔雀蜘蛛新品种 这些小型蜘蛛 以它绚丽的色彩 以及雄性蜘蛛独特的求偶方式 在蜘蛛家族中独树一帜 生活在灌木和矮树丛中的雄性孔雀蜘蛛 在求偶时 为吸引异性蜘蛛 除了边跳舞边秀出鲜艳的腹部 还会把两条长长的后腿伸向天空 做出威武雄壮的姿势 不过如果雄性蜘蛛的表现 得不到雌性蜘蛛认可 不仅求爱不成功 它还会被雌性蜘蛛吃掉 孔雀蜘蛛是澳洲特有的小型跳跃蜘蛛 连同这次科学家新发现的七种孔雀蜘蛛 如今澳洲已经确认的孔雀蜘蛛品种 已增加到48种 感谢您收看晚间新闻 也欢迎您下载8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应用程序 我是黄秀玲 我是赵全益 祝你周末愉快 晚安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